首先在講新聞之前 我呼籲一下大家 訂了東西 無論你訂任何東西 月餅也好 刺也好 什麼都好 收到通知叫你們拿 星期六的鮮火 明天你們自然會來拿 但是其他朋友未必是鮮火 叫你們拿月餅 拿醋 大家盡快收到通知 安排時間上來拿 因為現在我們真的爆到七彩 因為爆到雪櫃 我已經買了雪櫃 爆到你們不來拿 這些東西來不了 這個我真的要想想怎樣做 涉及這些食品 我們的朋友林依麗在夏威夷那個 他已經三番四次叫我寄一些刺 那些東西給他 我說怎麼寄啊 鮑魚啊 真是壞的 會臭的 要擊兵的 他說很快一兩天 一天兩天你放些江兵下去 如果以前 我也敢說 現在你的關封了 始終是還沒行的 如果說真的以前 尤其是香港 香港是全世界最四通發達 發達 交通 物流最順快的 我敢說 但現在不是嘛 今天又叫他的同事 香港的同事 又問我 要鮑魚 要刺 要什麼 我說真的不行啊 大哥 郵局沒有問題的 他說 你就寄吧 我和你寄吧 那些全部沒有犯例 他說 但是 你去到 即使他速報告 都分分鐘整個星期 好了 希望大家盡快上來 收到空子快上來 好了 那今天呢 我有個粉絲上來 其實有兩三個粉絲 有些是透過一些訊息給我 透過訊息給我的那些 就是聽見我們好像這樣說 他們真的力主我們是走的 不要留在香港 他說你去外國反而唱所欲言 這樣的意思 但是也有些粉絲 今天有兩個粉絲專家上來 我又去買東西 不是 專家上來和我談這件事 表示擔憂 我說擔憂什麼 我打算擔憂我們 哎呀 不想你們被人抓 他說不是啊 你不做 你會不會說你們在哪裡 我的東西怎麼辦 我買開一些東西 是這麼混蛋 這樣也好 別人支持你做生意 不是 這樣也不混蛋 證明你的貨品很好 為什麼呢 我再說一次 這兩個人當然會說你 我忘記他姓容還是什麼 是 他又拿起手給我看 就好像我上次的朋友這樣 是 有個東西插進去 是24小時觀察著血糖的 是 他是超高的 嗯 OK 我想他有六十多七十歲 六十多七十歲 他說呢 他吃了靈芝包子和醋 我再說一次 靈芝包子 沒有說減多血糖 醋也沒有 那麼這兩個東西加在一起 還是其中一個東西發揮威力 我不知道 他不是第一個 也不是第十個 我不知道是N那麼多個 我有很多東西 我不在節目裡說 因為我已經很老推銷了 不斷推銷 但是如果再說實際太誇張 他現在是 連血壓藥都不用吃 我老朋友還要吃血壓藥 連血壓藥都不用 長期控制到吃 四五 他說是吃了飯之後 只有十五是飯 如果不是吃飯 吃麵吃米粉都沒有 都是六六七七 醫生都怪怪了 你怎麼會這樣 所以你說我們的醋 我們的靈芝包子 除了甜尿王之外 甜尿王是我的 馬來西亞的新方 其實如果甜尿王 你們試過 可以的固然好 不行的 你不如 我計算一條數 278元一瓶 吃一個月 就是那個 醋 200元那個可以吃三個月 可以 即是一百元一個月 即是三百多元一個月 幫到你 糖尿病 你要自己說值不值 你自己買糖尿藥 多少吃 那是否不用吃藥 不是 但是你是很顯著 我不是一個 很神奇 我告訴你 你放心 就算我們做與不做 這些產品 都會繼續 你們一定有一個渠道 可以買到 老實說 你現在叫我 就算移民外國 做 頭等公民 我絕對不會覺得我是移等公民 我另外一聲 我的歌是誤導的 其實你一等公民 就是你怎麼做人 這個世界越來越討論清楚 所以說種族、政見、宗教 那些真是多鞠魚 真是多鞠魚 世界現在就說了這些 不是現在 其實從來都是這樣 從來都是這樣 人類就是圍繞在這些問題上 其實 很多時候打仗 政見、宗教、種族 三個原因 有些是沒有必要的仗 是的 你好像很簡單 一會兒我們會說 譬如現在 你五加兩國打仗 我不要說你是藍、黃、誰要插誰 其實五加浪 即是等於嫻姐 我在說她那篇 陣遠嫻 她所說 五加浪代表香港 她如果贏了 是不是升 我們那支 紫荊旗 她如果贏了 是不是就國歌 分什麼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雖然閒姐做得好 而她今時今日都退休 也是有原因的,很懂得走位 好了,但是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算我們去到哪裡都好 都一定會買到你們的產品 好的產品我真的不用擔心 油購也好,甚麼都好 我現在專門下星期來這一批 除了海外的朋友之外 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你們肯給運費就可以了 那你就順風吧 順風也是幾十元,可能兩盒 當然是你給的 是否好過你 有些人住得遠的 上來拿也很麻煩 我們慢慢來吧